凤梨去皮剖半再去心 大陸暫停进口我国凤梨 政府大内宣说 凤梨成功外销到澳洲 被踢爆只卖了56公斤的凤梨干 农委会决定要寄出 高额的空运补助费 被质疑为了从外销量大内宣 澳洲台商下定两顿的凤梨 北市凤梨的批发价 每公斤才36元 但光是空运费 每公斤就要200 卖一颗凤梨就先赔六颗凤梨的钱 农委会还要花人民纳税钱 补助运费每公斤105元 不过预估在澳洲当地 台湾凤梨每公斤售价 还是会飙破200元 用百姓纳税你的钱来铁补 那么来赚他的一个面子 说你看台湾的凤梨 可以外销到澳洲去 提高运费是让这些贸易商 他在国外竞争 有跟他更大的竞争的强度 陪本也要卖到澳洲去 网友大算56公斤变成两顿 面子不能丢 为了证明真的能卖到澳洲 炮轰每公斤补助百元运费 直接买来做堆肥都不用那么贵 贵不会直接收购都比较划算 要打通多元的市场 可是这件事情就一直都没有做 为了要顾及政府的面子 或民进党的面子 所以就用很多的经费 要把这个通路打开 就连前名奖立委 神父熊上节目都批评 鼓励全民吃凤梨才是义和团 用土法认为把凤梨吃光 就没问题了 说好的有政府会做事 如今只剩有政府会吃凤梨 记者陈虚陈进台北 采放暴斗